所派出的亦都是一级的人马 你知道南韩的柳成敏 应届的奥运冠军 穿着黑色衣服背着镜头就是孔令辉 远向镜头蓝色衣服就是柳成敏 孔令辉对柳成敏在国外的比赛应该对过很多次 现在来到这个山西省的旅梁市 这些居民就非常有眼福 可以亲眼看着这些球星在现场比赛 分分钟幸运都可以拿到签名 而且对于孔令辉来说 因为在国际赛上始终他年纪比较大 已经30岁 可能为国家队上阵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反而柳成敏依然都是当打 今年才23岁 第一局孔令辉现在领先4比2 说经验孔令辉就可以说 没得顶的了 世界南单冠军奥运南单冠军都被他拿了 4比4 孔令辉发球 刘成敏插一个长的重下船给孔令辉 孔令辉一点都不怕 而且拉得很轻松 拉个大斜先 好 反手快拉 这个球胜在落点好 所以令到柳成敏虽然側了身 但是那个位置都是不够的 好快 孔令辉虽然年纪大一点 会板还是很快 打到柳成敏离台了 你看到他都很定 打着柳成敏反手不变线 知道柳成敏正手反冲能力很强 当然多大都不变线 反手加转拉起 但是这个球太高 让柳成敏反冲 好 孔令辉太高 下船短台 反手拉起 好漂亮 他见到柳成敏就要冲去正手了 所以很自然 那个落点就是去回他的反手位 虽然这个球的角度不是很大 但是中路球 因为柳成敏就冲了上前了 反拉 我看见孔令辉对柳成敏的路数也很熟悉 摆短 柳成敏自己是打下网的 反手折法球 反手再拉起都是柳成敏的反手 第一局的比赛孔令辉似乎都赢得比较顺利 11比6就先赢了柳成敏第一局 但柳成敏始终都是当打之年 第二局11比9赢回孔令辉 追回1比1平手 而第三局的时候 柳成敏再次以11比7赢了孔令辉 即是说 经过三局之后 柳成敏暂时是2比1领先 现在我们和大家看 是第四局的比赛 柳成敏发球 哎呀这个球是发球失误的 孔令辉领先2分 孔令辉发球 冲了哎呀 这个球有点猶疑了 上慢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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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孔令辉发球 今次用反手轻轻踢起球 这球球因为力度轻 柳成敏借不了力 哇 炮弹式的前冲弧圈 因为孔令辉给了机会 柳成敏了 这些球对柳成敏来说 几乎是百分之一的失误 百分之九十九 他也抓得中 三比三平手 出桌 给他拉在欧 插网 重发球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孔令辉 不是那么怕柳成敏的前冲弧圈 等着他 准备防守 这一板柳成敏的桌 在内正手弹也弹得很好 逊桌 逊桌 你现在银摸 走 哎呀,這次就要開塞了 這局球,柳成敏已經開塞了兩個球 孔令輝發球 哎呀,猜猜出界 無謂失誤,兩個球員都輪流無謂失誤 柳成敏開塞球,孔令輝猜猜出球 孔令輝用反手法下船球 上不了手,反手法沒什麼好處 這些位置,我剛才說過,99% 是很重的,而且質量很高 很難擋的 對了,這次不讓他側身 讓他正手,但一樣拉得這麼漂亮 柳成敏的體力就是相當之好 你見到孔令輝已經打到汗不停滴下來 出台,被柳成敏拉起 出台,被柳成敏拉起 孔令輝6比9落後 哎呀,打死這個機會球 哦,孔令輝就撿到這一分 有機會是這場球的轉捩點 對了,拉失了那個機會球之後 這一球,柳成敏正手也失誤了 孔令輝就追了兩分 比分接近些了 因為這個球,如果孔令輝再輸了的話 這場球就會輸了 逆一下算 出台被孔令輝接白球拉起了 孔令輝這場球拉得很果斷 是前衝式的滑圈球 是想要命的 不是過渡的 這場球 追到平了 哎呀,好可惜 孔令輝落後一分 9比10 拉住柳成敏反手連拉兩板 追平了,刁時 孔令輝也是不敢拉 柳成敏的正手 因為拉他正手 多數都被他反拉 一反拉 有機會自己就變成被動 好可惜 好可惜 孔令輝等到 我知道柳成敏要拉他正手 佈定位 孔令輝領先一分 可不可以拿這分呢 拿這分吧 好… 結果第四個球 孔令輝以12比10 就是贏了柳成敏 暫時局數上是2比2平手 有的 813開球了 英招台球賽台全體主持 隆重騎師 揮手挽轉英招揭幕聖典 陪著全國球迷欣賞英招手場 驚世大戰 埃華敦火平白亂 今晚 萬眾期待的日子 英招揭幕戰 英招台球賽台獨家衛星直播 每日未來 喪屍回歸 咬一個 變一個 有屍口 沒有屍口 死人多大 今日 人屍大屠殺 Brother 多功能雷射打印機 有齊打印 影印 掃描 還有全真 還有三年保養 現在買Brother 指定雷射產品 更即時送你限量版巴達通卡 還等 行慢點都沒有 有線歡頻 I'm Music 你的合法下載 音樂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中國乒乓球超級聯賽 男子組第九輪比賽 山東老能對四川全興 第一場單打 山東老能是先贏了 現在第二場單打 山東老能就是派出孔令輝 對著四川全興的柳成敏 經過了四局比賽之後 暫時局數2比2平手 現在看著第五局球 面向鏡頭 藍色衣服的就是柳成敏 背著鏡頭 黑色衣服的就是孔令輝 現在是柳成敏發球 因為缺勝毒的關係 你見到柳成敏的殺氣都很足 一開毒贏了一分 已經大聲喊 2比2 2比2 哎呀,擺短的 這個球差一點點 路過網了 用反手法 好啊,落點漂亮啊 哎呀,我們見到呢 孔令輝已經調動到柳成敏 去了側身位 又想擺短上來去正手 誰知道擺得太短了 這個位置呢 真的拿得很好 可惜那個力量差一點點 這些波難度呢 很大 所以那個力量控制呢 非常之困難 大力一點點就出了長球 就給對方機會 所以越短越有利 但是擺短也很困難 哎呀 這球球又是了 位置拿得漂亮啊 誰知道呢 太紋了 太盡了 太盡了 哇 柳成敏已經5比1領先了 哇 越打越勁啊 柳成敏 氣勢越來越好 打到孔令輝都頭倒倒倒 你見他每打贏一球 就叫一聲 孔令輝贏了也要叫一下嘛 沒什麼聲氣 太斯文了 好 先醉一分 還是很安靜啊 孔令輝 你柳成敏給了他很大的壓力 他也沒空叫 哈哈 還在想著戰術 想著怎麼打 好球 再拉 行了 追回幾分 原本7比1 6後 現在呢 追回近一點點 7比4 仍然是柳成敏領先 好球 開失球 送回一分給孔令輝 所以呢 孔令輝淡定 真的有錢剩 都能夠追上來 好球 啊 又追多分了 越來越近了 6比7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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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平了 連贏6分 孔令輝 那現在你看到了 柳成敏呢 一球都沒喊過了 士氣又下來了 好球 逆下船 哎呀 被他發球搶攻 這一分被他拿到 對於柳成敏的士氣 也有很大幫助 如果這一分他都打失的話 我相信他信心 就已經跌得很厲害了 再一個逆下船 孔令輝拉起他 就對了 因為孔令輝知道再猜 也是被柳成敏搶攻的 不如就搏一搏自己拉起先 雖然這些球 比較困難 不容易拉起 哎呀 這球孔令輝也是搏他 打算反拉的 怎麼知道拉緊 因為這個球很轉 其實每一球的難度都很高 但是打球就是這樣 都要向難度挑戰 都要有拼搏的精神 不搏就是容易輸 再來 哎呀 第二板不行 第二板 孔令輝想拿個落點斜些 我太過注重於落點 令到球很難打到 因為控制落點不太容易 有時球太快 寧願先過度 不過有時候都考慮不到 用全面的 球離得這麼快 好呀 最多分 有機會追丟事 十比九 哎呀 結果第五局 柳成敏 以十一比九 就是再贏 孔令輝一局 即是說三比二的局數 贏球的是柳成敏 也都令到四川全卿 暫時在場數上面 追平了 和山東老林 一比一平手 第三場雙方進行的比賽會是雙大